哈囉大家好,我是威夷,這邊有歐文 今天我們的主題非常的明確 我們來找全台灣最會捲的男人 是一個專門用中長髮造型的設計師 為什麼說他是全台灣最會捲的 你們看我現在頭髮這麼短 他又是一個用中長髮造型的 我這麼短為什麼要給他用 因為我在他IG上面看到一句話 他說 再短林北都給你捲起來 再短林北要捲進去 我就衝了這句話就來找他了 其實 我留了五六次長髮 每一次都失敗 你們看我之前留影片啊,我不是留很長 但是我每次留 就是都會覺得,那個過渡期 用的時候,就是給不同的設計師用 每一次,每一次我都失敗 因為我都會覺得沒有自信 用的不好,不適合我 今天我們來找這個現在全台灣最紅的 名設計師,專門用耐性中長髮的 我自己非常期待 我們就趕快進去他的店裡面參觀一下吧 我們就趕快進去他的店裡面參觀一下吧 哎呀! Open 喔! 腰洗了,你這個頭髮 還行還行 早上起來,隨便整理 你等下,你都留我留長會這個 你看我現在頭髮這麼短 是可以用的嗎? 可以啊,這個東西就是極限 因為大部分的法醫師都認為 留長至少成半年一年再也用 可是我自己在做中頭髮的經驗就是 你大概留三到四個月 就可以先來整理 可以先把頭髮一些,譬如說會 岔出來的地方做燙卷 然後再做一些減髮的調整 檢查的調整 就可以讓你留長的過程 就很帥了 所以我這個是極限的對不對? 你這個長度大概才 兩公分吧 兩公分 還可以捲 就硬捲 零白就可以捲 零白就給你捲進去 那Owen一定可以嗎? Owen也可以 Owen這個頭可以吧? 十公分?三公分? 他的問題是 層次 喔!他層次的問題 這邊很短 他長度是夠 可是他這邊就是 我們等下這邊也要先做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會一起用 我跟Owen都會用 可以吧? 可以可以,帥啦 你們都很帥 你們弄完一定超帥的 超帥的 然後我想要 反正要幫你用那種 牧村的那個 戴在極限的造型 然後看Owen想要用 對 他想要韓星 你看他的身體 你看他的身體 這麼歐霸 哇塞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哇 怎麼連你頭髮都這麼帥 你好 也是衣服用的嗎? 對 我們電腦是我用嗎? 哇塞 等一下 厲害 喔!好帥喔!好帥! 欸!我們如果把口罩拿掉會怎樣 可以喔!可以喔! 其實拍攝是可以拿掉 欸!我看你這邊有那個欸 之前沖浪的把 對! 你看一下 給鏡頭戴一下 我這個非常嚴重 我就跟大家講 我現在就是自然的 它就會分線 像直接像中分一樣 這樣非常的 等下 我有自信喔 等一下 等一下燙完就不見了 你的嘴都會讓這個東西蓋住 然後你流越長就看不到 你現在頭髮盡量就急先去燙了 你們兩個都是 都是急先去燙的 三個月你大概就像我 都會大概就像我這頭髮起來 你們這個頭髮就是我們俗稱 浪人頭 沖浪人最愛的 你應該再長一點 我跟你講這支影片很重要 這支影片的官物我所有的TA 我所有的粉絲他們都夢想的髮型 弄完我幫你們弄 我就把所有的粉絲都帶給你 非常重要 不要緊張 不是我緊張 我緊張 OK那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開始了 我看看我現在這個頭 哇 我從來沒有被這樣子捲過 你們看現在光這樣子 已經知道我們易福老師的實力 跟大家想的是完全不同層次 不一樣的 這應該是全台灣最多捲的男人了吧 哈哈哈哈 哇捲成這樣 我覺得我是在挑戰你的極限 好難捲 好難捲喔 最難捲 你這個功夫真的不一樣 我們這個藥水上多久 25分鐘 25分鐘嘛 好不好 我們大家25分鐘後見 給一勾 好了 很帥 好 很帥很帥 可以了可以了 帥到迷交 怎麼樣各位 好 好 哇 哇 哎呦 哎呦 好了真的好了 欸我跟你講 那個 易福老師來 嗨 哇塞 你們去看他的IG 因為我那時候看 每個男生弄完 眼睛都炯炯有聲 對你來做一次 就 都是這樣 欸我現在 我這樣子覺得充滿自信 超帥的 你那弄完真的是 原本大家有看到一開始的照片 每一片 就發現他有一個很短 就把他很盡力的去燙住 然後頭髮 你看這裡 就像這一塊 男生最在意的 會很碰 對 可是他這樣就完全變很貼 很像那種外國人的感覺 對我覺得這個技術很厲害 就是你可以把我這邊用貼 然後整個 然後線條往後 對往後這樣子 對 然後整個線條又有質 然後抹一點那種濕感膠 然後 讓自然乾就很好看 想不到我原本那麼短的頭髮 還可以用 然後再越來越流長 就會像那個大條 就像那個大條 但是你看我是 在一個很極限的狀態下去 用這個頭髮 對 還是要呼籲一下啦 不要那麼短 不然我們會 我們是燙多久 非常久 好幾個小時 因為我們捲光上捲 就捲了兩個半 兩個半小時 所以我們其實算是 給我們的衣服一個挑戰 對很大的挑戰 就是考驗他的功力 但是他實際上 建議大家還是四五公分的時候 對來流 會比較好捲 可能像歐文的長度 兩位排歐文 就是會比較好捲 我跟你講 這全台灣真的只有他辦得到 對 謝謝謝謝 謝謝威怡欣賞 因為我其實也 給過滿多朋友 但是因為 我自己對我自己的髮型 就是每一次 我想流長 每一次弄 我下一次就會禁掉 我永遠找到 跟你講我以前還怎麼樣呢 我以前用Photoshop 把那個 金城武的頭髮 金城武放在你身上 對放在我的臉上 放在你臉上 對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哇好帥 對對 所以我就想流長 對我想流長 然後流不長 現在這個整個 台灣最會捲的難度 對 再短零倍 要連進去 對可以耶 好喜歡喔 對我覺得很帥 真的蠻帥的 我們今天影片非常成功耶 對很成功 而且我覺得中長髮會是未來十年的大趨勢 我覺得只要是行難必備 中長髮會大趨勢 最多啦 我覺得一般當俯羅大眾留到期間就好 對 那這是過渡期的做法 那我們的做法是 打破一般的外面攝影師講到 你要先流長半年 或是一年 才可以去做 對那我們就是讓你在 三個月至四個月 就可以先做燙卷 讓你在流長過程是 越來越好看 就不會有那種很醜的流長過程 尷尬其 那我們之後怎麼整理呢 如果是過渡期的話 他的頭髮因為會長很快 那大概過三個月來檢測 然後半年燙一次 那流長就看個人狀況 那其實蠻省的啊 很省錢 而且花時間 你這個造型你長起來 你抹一點 用濕感膠 沾一點水 抹上去 大概就這個樣子 不用沖水 不會像短髮那種 你長起來會動笑細笑的 這個中常法 好處就是 我長起來我抹一點膠 大概就是這樣 我都不用沖水 這個我到時候留下去 整個海上 這個不得了 我不敢說 最怎麼樣了 那種話我講不出了 對 我覺得真的 我現在我目標幫威留到基建 他大概在明年一二月的時候 應該就會到 而且會可以綁起來 很帥 我們來看一下歐文 歐文你要脫衣服啊 等一下要脫 對啊你要脫衣服 你要脫 我要脫 我要把你拿上去 我要把你拿上去 登登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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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才是讓人嘛 哇 我把摸一下 欸你整個人都不一樣了耶 到底誰是攝影師啊 你到底 誰在 哈哈哈哈 欸好帥喔 他才是大屌男 他才是大屌男 好帥喔 大屌男才就是這樣 哇靠 我不想拍你了 不要啦不要啦不要 不要拍了不要拍 不要拍了不要拍 好啦那我們今天 這影片就到這裡了 嗯 那如果大家喜歡 伊布老師的 這個造型的話 你們去follow他的IG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報我IG Youtube 對 伊布老師 非常棒真的是 不得了 今天影片我非常非常的 喜歡也非常成功 我覺得 呃台灣能找到一個專門弄 男性中長髮的設計師 不好找 對 那所幸剛好我身邊就那麼一位 好那非常謝謝我們的伊布老師 也謝謝歐文 好 謝謝魏伊 很帥真的很帥 還想見 嗯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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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